第二十个重点更进一步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心、佛、众生是三有差别 我们跟佛是没有区别的 刚才已经讲过了 区别在哪里 一念之间哪里 一念之间迷了 佛就是众生 一念之间你觉悟了 众生就是佛 我们跟佛无二无别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中风果实在一个地方告诉我们 你要开显为先净土 你要开显 你要相信 自信弥陀 让我们能够直下这个承担 先给大家看一下 直下这个承担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看第一十啊 中风果实不是告诉你 阿弥陀佛就是你 你就是阿弥陀佛 你不用怀疑 你要直下这个承担 所以从这个地方啊 中风果实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 你本来就是 你现在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不能怪别人 怪你自己啊 所以该怎么生死就怎么生死 该怎么了 就是自己的 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 你将来你要生在哪里 自己的决定 没有人能够来阻拦你的 你将来的生活 你的前途是怎么样的 一片的光明 一片的黑暗 跟别人是无关的 全部都在你自己本身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听明白我的话吗 真的耶 很多人呢 一到烦恼的时候 头一个念头出来 都是别人不对的 哪来的别人都不对 这个就是你在迷惑了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记得 迷还是自己 觉悟还是自己 好